凌晨1点多 渔船不明原因起火 再加上船上堆满燃油的易燃物 不断喷火 还冒出超大量浓黑烟 超惊人 火烧船意外 发生在高雄骑进区 海巡消防都出动 海路同步灭火 只花25分钟就把火扑灭 但渔船已经几乎烧光光 有 我们要请求海巡 巡防艇35吨级的 在水面上出水 同样全面燃烧的 还有嘉义之洞 两层楼高专造平房 远远看过去 民宅烧起一颗大火球 还有火舍不断窜出 屋主第一时间夺门而出逃命 没想到吃个饭竟然挥消除 初步研判起火原因 可能是电线走火 山中春牛的山处宅火箭 抵达现场住宅全面燃烧 台中风源轮台航 凌晨三年多也突然开始燃烧 火事迅速蔓延 隔壁吊具店首当其冲 消防员洒水罐就扑灭 轮台航客人车辆 全部烧光光 损失踩座 这些都还不晓得 火通还丢 还不晓得 轮台航业者看到 辛苦打拼的店 负质一句哽咧到快哭了 相信其火原因 还要等火调科 进步较调理区 记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